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贺锦丽 与国防部长奥斯丁 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不过拜登在聚此时 疑似忘了国防部长的名字 最后称他为管理那个机构的人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贺锦丽在拜登卡辞的时候 看向了国防部长一眼 78岁的拜登上个月 在德州一场活动中 也因为忘记议员的名字 而陷入一阵尴尬 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 拜登就因为多次严重口误 而被川普阵营质疑 有老年失智 就任总统后 因迟迟未举行正式的 个人新闻发布会 遭到批评 另外副总统贺锦丽一上任 就致点多位外国元首的行为 也被质疑不合常理 各个党籍联邦众议员盖茨 7号在媒体上表示 他怀疑拜登政府 已经开始在把总统职位 过渡给副总统贺锦丽 在美国历史上 副总统职点外国国家元首很罕见 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两个月 副总统贺锦丽就代替总统拜登 致点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 与以色列总理泥潭雅胡 讨论外交政策 引起外界猜想和热议 新唐人员的电视张瑞珍 整理报导